我们的台积电 这波带动回神的 醒过来就台积电 台积电会涨价 可以涨到两成 一声令插大家都活了 这也没有错 我还是要再讲一次 当天我们本来想说 这个台积电跌下来 难得跌下来 准备540块 545块来准备给他进场一下 结果到551块 然后呢 当天没有买的话 现在就开始在那边堆心肝 你这种老生家都会差 10块钱没买 想机场5455差那么多吗 这个人难免有的时候 会比较贪心一点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不要这么贪心 有差这10块吗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低点回不去了 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有了 又再次错过 对那现在重点就是说 好那你现在台积电 你敢不敢卖 600多块 今天收605块 你敢不敢卖 670几人还在 对啊 现在问题就是说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小白 还是蛮多的 就是资金比较少 那你说叫他花五十几万 60万买一档股票 大概会买不下手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跟台积电有关联的 就是呢 所谓的这个金元代工的股票 那这一些的股票呢 第一个他们股价低很多 那第二个呢 他们的表现呢 好不好呢 一样好 很好 其实都成熟制成的 对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一下世界先进 因为世界先进 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拿它出来比 那今天的收盘价呢 已经到了这个145块 149块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为什么能够涨到这里 其实你看技术面 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从量价关系来看 一档股票的这个强弱势 那刚才呢 用大盘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这个量小 其实是表示筹码稳定 当中量少 OK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世界先进 它今天收盘在这里 看起来表现不是这么的强 对不对 可是呢 第一个 它还是守住了五日线 十日线了 然后呢 它的大量是在这边 这两个是大量 对不对 那它是有个套牢的压力 可是呢 这一次呢 它已经突破 有一度突破了这个压力了 所以呢 它只要在接下来的 它能够维持这个tempo 维持这个节奏 那么只要呢 它明天再收一个红棒 它站上了这个大量区的高点的话 那就大量换手成功 OK 它就有机会 站上就换手成功 对 有机会继续往上走 所以 虽然它这几天的量 看起来跟这边的量相比 好像小了很多 对 差不多 大概剩下这个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而已 对不对 这么小 那可是呢 你不要忘了 它用这么小的量 它可以拉到这边来 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这个这么大的量 原本是一个套牢压力区 就好像呢 有一百万的一个士兵 在守住一个城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这么小的量 我们用三十万的兵 来攻打这个城市 代表都是精英的 精兵 没有错 我才用三十万 我就已经攻到这边来了 你就你知道 这个多头是不是很有力 对 就是精英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用小量来突破大量套牢区 哇 这表示筹码非常的稳定 OK 代表盘势是偏强的 对 然后呢 基本面 当然没有话讲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呢 有一个重点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一次呢 台积电的涨价 平均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对不对 它是涨成熟制程 对 成熟制程涨最多 涨到二十% 对 涨到二十% 差不多十% 好 那么跟这一些的 这个二线的这个金元代工 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都看到 这些二线的金元代工 其实他们在之前 已经一直在涨价 台积电一直没涨 对不对 台积电一直没有涨 然后现在一涨的话 大家想说 台积电是在补涨 那跟他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跟他们关系才大了 老大都涨了 是 而且呢 重点在那里 重点是 这一些的 这个二线的 他们虽然持续的涨价 可是呢 他们成 他们的这个 这个产品的单价 还没有 还没有到台积电 还没有到台积电的价格 那现在台积电又涨了 所以永年可是说 他们还有上涨的空间 对 台积电现在再涨的时候 哇 那这些高兴了 因为他们呢 就可以继续再涨 找到理由继续涨 对 没有错 所以对他们来讲 是个大利多 那再过来 我们看联电 那联电也是一样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呢 这边是一个大量 对 这边是个大量 看起来大量套牢区 他叠当时呢 有叠到季线 对 然后呢 一口气三天之内 他就把这个大量套牢区突破 而且呢 你看到没有 这个成交量才多少 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就把它突破 一样是磐式很强 小量都可以突破 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现在呢 已经要来挑战 这波的高点 那这波的高点呢 前一波的高点 大概六十九块三 那边 六十三块九 六十三块九 那只要能够 五天就到了 对只要占上六十四块的话 那这支股票 恭喜 手上有这支股票的 恭喜恭喜 年轻小股东 很多啦 对 十多年来的 等待都值得 是 利基电 黄董的 六七七天 利基电 不过这档股票 我要先讲一下 因为他是新贵的 对 新贵的股票呢 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那所以投资朋友在介入 这种新贵的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而且呢 不要说 哇 我把所有的这个资金 全部压进去 那风险就比较大一些 可是呢 你说利基电好不好呢 你看一下 世界先进跟联电 跟他相比 对 他的股价是不是很温吞 纠结蛮久的 对不对 很温吞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现在新贵 要表现 要乖一点 对 他要申请上贵 上市 因为他准备呢 因为他11月就要审核 就要审核了 审核结束 就是他能不能去挂牌上市 他当然要表现好一点 对不对 这是循规蹈矩的股公司 对不对 他一定要表现好一点 可是呢 你要说压抑的越久 以后呢 这个涨幅的空间会越大 OK